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其中一个一定是寻找诗和远方 而在这张list里也一定会有云南丽江的名字 世界文化与国家历史文化 丽江五润 到啦 当然这些被我们寻找的远方和田野 同样也是远方别人的日常生活 时常听人说 现在的丽江古城已经不复往昔的存谱 有的只是现代文明和商业气氛 一个八角桥的地方 很漂亮 不是说言辞即正义吗 看这下面的一条和两边都是画 火锅店 开在鲜花盛开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丽江古城本来就是一个有散落的集市 慢慢形成的城市啊 我们前面就到了九白街 各家都在做生意了 所以我想它天然就应该有试景感 而不只是诗和远方的代号吧 如这古景 拥有一种时代富裕它不可磨灭厚重的烟火器 是一种大隐隐式的美 在古城这里 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快乐和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丽江目前已经拥有120万的人口 而当初的丽江只有20万的人族民 大量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全世界各地的生活和文化缩影 融汇在这个小小的丽江古城 调配出如此美妙的灵感日常 来到目前的地方 会因为个人的习惯把你情分类 可能是这件旅行工业 也可能像我这样凭感觉去碰碰运气 相对第一种的胸有存足 形成的缺少惊喜 我可能更喜欢第二种类型的旅行 自我感知自己探索 摆脱一些过渡营销后的打卡身体 聆听到最贴近的心仪 柔软有温度的立江古城的心仪 听的音乐被摸着好舒服是吧 特别享受 一点点 我旅行看风景也抱着知足藏略的念头 才能拥有无限的自由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你看着我的脸蛋放轰 以为我已经拥有的足够 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在快乐与悲伤 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登台放眼望烈江 迎接苏东坡词礼那种 江山风月本武藏组 贤则便是主人的气度 体验三川风物诗酒歌人生 在立江之眼 观看 等待 万家灯火 与星光璀璨交汇 舒适的城市生活 与自然的浩瀚共存 感知我们到底来自何方 但所有的选择都有相应的代价 大爷花向 十大必打净 打卡机 我们今天真的很傻 走了 走了 以为自己走骗了整个里面 其实十个必打卡机 连只走了其中一个 大爷 大爷 花向 所有 人生这场旅行 我们势必不能有任何人 替我们打卡 那就不必拘泥于哪些是世俗的 必打卡 景点 所有邂逅的景点 都是生活应该去的地方 推开世界的门 这一生应该去找到那条不重复的道路 选择不同的空间 不copy的风景 当年 当年的 包间 体味人生的五味杂陈 独树一字的绚烂 在快乐与悲伤 都写在 都写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